香港一個人均生產力這麼高的地區 沒理由住屋問題都解決不了 等到2049年 距離現在還有28年 我自己覺得這個時間 我還延長 我希望15到20年之間可以解決問題 香港樓市跟年初很多人的估計相反 在今年上半年截至上升 上星期中原城市指數已經升到距離高位不足1% 很多人問我何時會破頂 究竟是破頂後會衝上去 或是見頂回落呢 我自己看香港的樓市已經得到足夠的考驗 之前社會運動、疫情 其實都很多不利消息出了 亦都有人說 今年可能很多人移民 移民當然要賣了一層樓 一個要套現 一個層樓都沒有用 樓價應該會下跌 實際上在這些情況下 都顯示雖然有人因移民而賣樓 但社會上的吸納能力依然很強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利消息已經出得七七八八 接下來上升的機會應該是多過見頂回落 不過有一種說法是說 不是 北京要香港徹底解決民生問題 尤其指出香港城市還有那麼多劏房 那麼多農屋 一定要在建國一百周年之前解決它 2049年政府官員都很快出來回應 所以人們會認為 接下來的供應量會大增 我自己都贊成要盡快去解決 農屋或香港人居住環境差的問題 香港一個人均生產力那麼高的地區 沒理由住屋問題也解決不到 那麼等到2049年 他們現在都有28年 我自己覺得這個時間 我還延長 我希望15至20年之間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香港不是沒有錢又不是沒有地 是政府肯不肯調節一些不恰當的政策 我自己都相信接下來會做快些 但是是否立即影響私人市場的樓價 我就認為不會 因為現在最迫切需要的 先是透過公屋、居屋的提供 先讓基層解決問題 現在政府打算是七三分 先將七成的土地放在公屋、居屋 政府資助性質的樓宇那裏 所以力量會放在資助房屋方面多些 未必有很多資源可以去做私人房屋方面的工作 而到基層的住屋問題解決得七七八八之後 其實私人樓宇 政府其實是有條件不用理會這麼多 你普通的居住、一些最起碼的居住 譬如政府可以透過公屋和居屋提供給大多數人 剩下的那些是相對富裕的階層 他便要他和外來的投資者一起去競爭 不需要特別照顧 因為香港現在都有一半左右的人 有私人的住屋 將來這方面都可能是 政府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政府已經建了公屋、居屋 就不一定要斷自己的迷路 令到多數擁有資產的人 他的財富可以保留到 對社會的消費能力、再投資能力 都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我認為要解決公屋問題、居屋問題 並不需要把私人樓價壓下去 跟居屋一樣 所以還有山城的物業 是可以拿來反映中國內地 和世界的投資者 對投資香港物業的編號 等於倫敦和紐約 倫敦的樓不需要全英國人都買得起 所以英國政府不會反對阿拉伯王子 俄羅斯商人、中國官員 去倫敦買樓 所以我覺得香港亦不需要 奏忌其他外來的資金 香港一向都是自由港 如果容許香港的地產價格 反映全世界的人對樓價的偏好 如果對投資香港物業的偏好 就由它升 因為只要解決普通人的住屋問題 這些私人市場升高一點沒有問題 新加坡都是分開有祖屋、私人樓宇市場 在早供供應充分的情況下 新加坡政府都可以放它一手 剛才提到的主要是住宅市場的情況 但香港除了住宅之外還有工業、寫字樓、 鋪圍的商用物業、商用物業市場 工商鋪和住宅最大的差異就是 住宅很多都是居住宅 即是說業主就會自己住進去 用家入面同時也是投資者 但工商鋪是用家還用家 投資還投資 投資者就買舖、買寫字樓、收租 經營者通常只是做租客 好似我做地產應該對地產熟悉 我香港只有中原都有四百多間店 全部都是租的 我就不買的 因為我認為經營的人是add value 即是會令到他增值 增值就反映你的財幹 买樓收租就坐順風車 應該自己能夠作為的東西有限 所以很多經營者都是租的 這個情況會令到市道一差 投資者就卻步 住宅市道差都有人買來用 市道差投資就少 租客就要求減租 這些情況就是在社會運動 和疫苗期間反映出來 令到工商鋪市道比住宅 受到的創傷嚴重很多 正是由於工商鋪受創嚴重 政府就取消了工商鋪的雙倍引花費 只是交標準印花費 這種情況當然降低了交易成本 令到資金更加容易流入市場 另一方面 香港的經濟其實在2021年之後 陸續有好轉 因為2020年疫情下 基數比較低 所以今年上半年 GDP增長差不多有7.8% 是很久未出現這麼高的增長 我自己接觸一些商界朋友 其實今年上半年 除了旅遊業或部分零售業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賺錢 經濟好轉 尤其是零售業方面 餐飲零售 淘汰了一批人之後 剩下的都是 競爭能力比較強的經營者 他們見租金下跌 對手消失 認為是一個擴展的機會 所以最近空置率有所改善 空置改善 見到經營者蠢蠢欲動 所以投資者都開始日市 大家認為疫情過後 香港不會差到哪裏 他們相信內地的旅客 遲些會重新來香港 一個是香港市面的穩定性已經高了 有了國安法之後 內地的遊客應該不需要單身 去購物都被人搭一輪 所以來香港會增加 另外世界各地都疫情嚴重過香港 所以香港接下來都可以成為旅遊熱點 相對安全 只不過香港自己未開放 好一點的時候 應該來香港的人會多 所以他們對店舖看得好一點 所以現在比較反彈得明顯的 就是店舖的售價 租金有改善 但沒有售價彈得那麼快 因為售價可以反映將來的有利因素 租金要反映目前的經營狀況 舖位應該見頂回升 寫字樓租金仍然有壓力 因為供應亦比較多 但都開始有改善 至於工商、廠房、貨倉等類型 因為前一個階段沒有新的撥地 發展比較少 有一部份的廠房亦都轉了做住宅 轉了做寫字樓 所以需求站得比較穩 整體來說 我認為工商鋪都會隨著經濟好轉 所以香港地產界受疫情是相對少的 無論是做發展商也好 做交易服務商也好 都不算太差 至少工商鋪未必會拖累住宅市場 投資氣氛會有一定的改善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要確實拍攝 我們要聽到